平荣高中从今年开始实施 即200张发票可以抵消一支警告的这样的措施 原来是一番好意 但是没有想到有学生没有告知家长 就把家里上千张的发票都拿到学校来抵过 当家长兴冲冲想要来对对看 有没有机会对发票源源千万富翁的美梦的时候 才发现这个发票早就不翼而飞 了解之后到学校去理论 有家长辛苦搜集的上千张发票 正要对讲看自己是不是已经成了千万富翁 但没料到发票全部不翼而飞 原来是被就读平荣高中的孩子 拿到学校去抵过气得跳脚 有一个学生他拿了一千多张来 要消掉了他好像七处的警告 所以可能没有充分的沟通而造成 这个家长对我们学校一个误解 千万富翁梦遂 这家长气得跑到学校理论 校方觉得相当无奈 原本是想收集发票捐给工艺团 体既能行善又能给学生一个警惕 但一支警告就要200张的发票才能抵过 是不是有点强人所难 平荣高中从善如流取消发票抵过的方式 被记警告的学生还是用社区打扫劳动服务方式来消过 以免再引发争议 是因为一支警告的学生